你们只要做好了 你们自然而然人员会找Simon 而不是说我今天去酒吧 然后给人家爱不是这样子的东西好吗 老和尚就跟他讲 你要有好的人员 接下来就会解锁一个新篇章 他的生活突然间一百八十度转变 哈喽大家好 我们是来自季生满堂的 渡远龙兽 我是你们百物是Izandra 我是你们宿佛的Simon 那今天我们就要来讲一下 大家是不是有很多烦恼 师傅怎样找人员 师傅我要怎样找桃花 师傅我的这个人员为什么很多不好的人员来 师傅怎样怎样怎样 那其实我们要教一个大家的方式 那今天我们就不教大家怎么用产品 或者用这些能量品之类 我们来教大家用这个因果跟福报要怎样去自己找人员 所以大家你们只要做好了 你们自然而然人员会找Simon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会讲 哎呀我人员不好 就是很多小人 会有很多人害我 会有很多人在很像可能在捣乱我 或者是很多人去抢我的东西 打压我之类 这些都是不好的人员 包括你可能在找男女朋友的时候 可能你就遇到烂桃花 就玩玩的感情 就一直没有结果 对不对 那些都是不好的人员 对不对 那所以我们今天要讲一下要怎么样去累积很好的人员 那用自然疗法 OK 自然的法则 就是这个宇宙啊 因果 这个阴阳的法则 那其实很多人会讲 我的人员 很多人就问 师父我的人员要怎样去搞 要怎么去做 那其实有一个和尚 就有一个故事 就是有一个和尚 这个人就是很迷茫 一个男生来的 他很迷茫 他讲师父 一个和尚 他就问那个和尚 师父啊 我一直没有好的人员怎么办 我一直不知道怎么办 我只要做什么东西 我都会遇到小人 我只要做什么东西 我就感觉不成功 我一直没有办法有好的人员 感觉一直对人家好 但是人家就不好的对我 然后那个好像摇头 嗯 这样子你要好的人员 你就要做什么呢 你就要是累积你的福德 诶 他先讲 累积福德 怎么样累积福德呢 我不明白 那福德就是有这个阴德跟阳德 对不对 那这个福德 他要去累积 他就讲 那你要人员是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要爱 那你人员里面你要有爱嘛 对不对 对 人员就是因为人家有这个爱 对你可能比如说 家人的爱 或者是公司的同事 对你的爱啊之类 这样子嘛 都是算爱 有情也是爱嘛 对不对 这个能量 所以你要好的人员 就等于你要这个爱的能量 对吗 对 所以你要去布施这个爱 对不对 所以怎么样去布施这个爱呢 这个和尚呢 就去跟这个男生讲 你去花多一点时间去给人家好的一个印象 好的人员 怎么讲呢 就是讲 可能你今天有空的时候 你去一个老人院去花一点时间去陪一些老人家 在那边 要用真心的 去跟他们 把他们的这个可能周末啊 过了一个很开心的周末 跟到你 因为你的到来 他们很快乐 或者是一些孤儿院啊 有没有 就可能他们没有人陪他们玩啊 你就花一点时间去 或者是可能你做一些功德啊 去给人家好的微笑 给人家一个好的体验 好的快乐 就是很像可能你今天 发红包给人 或者是发礼物给人 就是让人家感受到你的爱了 对吗 所以的话呢 不是叫你那种 蘸花惹草的爱 那种夜店的爱啊 不是啊 那个不是那种爱 好不好 就是那种 爱是真心的 慈悲的爱 正能量发出来 对 正能量的爱 而不是说 我今天去酒吧 然后给人家爱 不是这样子的东西好吗 OK 所以我们就是给人家这个爱 传播这个爱出去 你可以传播爱给小动物啊 去喂流浪狗 流浪猫啊之类 反正只要是这个爱的能量 好不好 是这个慈善的能量 然后你就花这个时间 去给这些老奶奶啊之类 然后他就讲 哦真的有用吗 师傅 然后那个师傅就讲 你先去坐先 然后再看 一年过后啊 他就持续 他就听那个师傅的话嘛 他就持续去做 你们猜什么事情发生 很多故人 对 对不对 还有咧 没有小伦 呃可以 你有点讲到太简单了 OK 一年过后 这个人 他们师傅讲话 很喜欢句点我的咧 就很喜欢 呃 句号 这样子 OK 所以咧 其实啦 他一年过后 他跟着这个师傅的东西做 因为他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 他付出了时间 他付出了爱 他付出了这些慈悲心 他付出了这些钱嘛 因为他布施嘛 对不对 所以的话呢 他在一年后 他没有想到 他的生活 突然间 180度转变 那他显化了什么东西呢 这一年过后 他显化了他的人缘很好 人缘很好叫什么 就是讲 他很多朋友 然后啊 你们知道他要这个人缘好到一个什么程度吗 一年过后 他找到一个 一个 他的很大的一个贵人 那贵人呢 就带他一起去赚钱 那这个钱呢 就是什么意思 他的公司就有一点像 就是 他们要做电商嘛 那下面很多那些团队的人嘛 他要去招很多人 所以意思讲 他要很多好的人缘 对不对 所以的话那些人啊 他就很快 他就扩展了很大的他的团队 而且重点是哦 他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行业 他没有接触过 对 他第一次 然后就刚好遇到一个贵人 就开始 然后他也没有想到 他就这样子很像 突然间 就可以很快的 获大他的这个整个公司这样子 然后啊 这些人哦 又很仰慕他 很尊重他 给他所有的爱 然后把他当成是一个家人这样子 然后帮他去赚钱那些 这样子 所以他们的黑马 整队的全部人都是在帮他 所以他一年过后啊 他又有了这个行业 就是有他自己的职业 因为他一年前很迷茫嘛 对不对 他一年后 他做了这些功德过后啊 他又得到一个很好的人员 遇到很好的贵人 又遇到很多很好的这些人员 就是他想要的这些人员 因为他有这些爱 对吗 然后再来呢 他也赚到钱 为什么他赚到钱 因为他去布施耶 他去给人家这些 布施这些钱财给人 花这些时间 因为为什么 他做这些东西 要去花这些时间 那些人要从零开始经营他们的这个公司 他们的整个事业 他是不是要从零 Trend他们 Trend到他们会 那他们也是要付出很多时间耶 但是他们也很耐心的去听他讲解 所以的话啊 他就是这样子显化 然后过后他的生活就越来越顺利 越来越顺利 一年过后他就找回那个和尚 然后他讲 谢谢你这个和尚 谢谢你 因为你真的帮到我很多 而且我真的在一年前的时候 我的心想啊 你叫我去陪老人家讲话之类 会有这样大的功德吗 我不明白 所以这个老和尚就跟他讲 你要有好的人员 先累积你自己的福德 福德够后 你才有很好的人员 他用一年的时间 对一年的时间 那上班就说 对 但是他还是继续持续的去做 他一直在持续的去做 然后他也去捐了这个和尚的庙 就是有去供佛法身 这个佛教三宝之类 所以他这个故事啊 真的是啊 我听的时候我就 OMG 也太motivational了吧 也太好了吧 也太美好了吧 所以很多人就跟我们说 我没有人员 我很多小人 所以你们没有做好你们的福德 OK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share这个影片 所以你们要人员好 你们一定要有好的福德 你们要去累积这个福德 所以今天呢 我就要分享给大家 所以如果你们很多小人的话 就是你们的福德不够厚 所以现在可以快点去做更多的功德 累积 把你的福德变得更厚 所以你的人员啊之类 都是会变得更好 对不对 所以的话呢 大家如果你现在哦 会有遇到这些小人啊 不开心啊 迷茫啊 什么东西啊 不开心的东西啊 你们就去做 做就对了 不要要求回报 去做 去做因为你的这个慈悲心 去锻炼你的这个慈悲心 去锻炼你这个爱心出来 然后你就继续去做 一直做 一直做 然后接下来你就会 越来越顺利 而且再加上是九亿年嘛 对 现世报 好的好报 坏的坏报 所以呢 现在马上开始去累积功德吧 所以你们接下来就会解锁一个新篇章 新的一个完全全新福报满满的人生 好不好 现在在我们这个video完了过后 马上去布施 马上去花时间打电话 Hello妈咪 或者是做什么一些功德事情 好不好 Let's go 一起累积功德 好不好 其实一天一样就好了 对 你一年365天 对 就365个功德 每一天一样 不要讲做到很大 小小一样都算 累积 我们是累积功德 不是逼自己去做功德 好不好 是累积功德 所以你早上睡醒的时候 你就想 今天有什么东西我可以 付出我的爱 为这个世界 去付出 不一定要说得很大 对啊 小小一样都会算 很多人会讲 我们是不是要用到很多钱 去做这些功德 其实不是啊 你在地板你要走路去上班的时候 你看到地上有垃圾 你可以念一个回向 你去把垃圾捡起来 丢去垃圾桶 念一个回向 我今天回向给这个整个世界大地 因为我帮了这个整个宇宙 整个这个地球的环境 然后把这些垃圾捡起来 弄到这个整个大家都有干净漂亮的地方 这样子是不是发了一个悲心 所以你们驾车的时候呢 浪路咯 对 不要匆匆忙忙去递人啊 什么这样 对 能浪就浪也是一个功德 对吗 所以大家一起累积功德 Let's go 所以呢 我们今天的影片也分享到这里啦 所以如果你们喜欢我们影片 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 还有在下面留言你对这支影片的看法 还有想法 还有你还有想要看到什么内容吗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咯 还有不要忘记要去follow我们的其他平台 因为我们会时不时的去更新更多的 选学智慧给大家 让大家去开窍开悟 让大家去有这个机会去听到这些智慧 然后把你们的生活越变越好 然后如果你们喜欢我们影片 不要忘记 我们每天晚上7点准时发布影片 亲自满堂 对阿龙说每天晚上7点 准时发布影片咯 拜拜